试试检查 这样 零食全部抓不出来 老师 你要是查不出来怎么办啊 查不出来 他早早早早早五天 诶 帅哥 你怎么总得像个球一样 还不是因为太冷了 学校规定 外面必须穿校服 诶 帅哥 你羽绒服有几块他下去了 我明白了 你这根本就不是羽绒服 你这是一个咖啡机 是一袋羽料购卖机 我要看十一检测官了 他羽绒服每一块 他就是一个加满饮料的水袋 上面的一颜色 是指示饮料名字的缩解 你没进上流缩 抓只是吸管 你身后的科学拿着吸管 就可以饮料水袋里的饮料 全部抓起来 既然你回我生意 那我就弹牌吧 看我蜂蜜攻击 小匹 我够不了了 想不讨 不讨 交给零 赶紧带走 你桌上的书也太多了吧 因为我是班级学习委员 他们的试卷和作业都是我统一发的 你一下物理习题 数学三单元练习测 语文器中测试 换下一份一语选择题 记得多加紧的考考纸 好嘞 再给你一支笔 记得趁热写完 小匹 这些作业怎么都还有点润润的 那是昨晚下雨没关窗户 我可能淋了点雨吧 把他抓起来 我什么都没做 你凭什么抓我 你看似在给同学们发作业 实际上你是一个快餐烦卖店 同学们找你要作业 其实是在点菜 你给他们的作业下面 都隐藏了汉堡 每一层的食材 物理是面包 数学是生态 语文是番茄 鱼是肉饼 草稿只是真实片 只要按顺序点好 就是一个美味的汉堡 最后你给他们的笔里面 全是酱料 既然暴露了 让你们尝尝我的厉害 这里面可是加了墨西哥魔鬼辣酱 戴汉堡 那位学习委员还在中港四 戴走 我的秘质小汉堡啊 小专家嘛 真是感谢你们抓住这些捣蛋鬼 还想看网自语 小品专家 这位同学一直很听话 不会告示的 戴走 小专家 他就看个书 凭什么抓他 小品专家放过他吧 本来只是想在下你们 结果你们原型被论 这个人 其实在给全班同学讲算法小说 这书怎么15页过了 就82页了 我明白了 这不是页码 就是作标 他通过翻书给旁边的同学 展示页码 识问书是行书 课问书是列书 只要在语文书上找到对应的字 就可以连成小说 你们班 要是吃要是喝 还有职方奖刷还小说 做法啦 我还没讲完呢 小型专家 虽然捣蛋的同学抓出去了 但是其他同学 完全没有学习的热情啦 我知不知道吗 小型专家吗 你们这很厉害